我是国际关系 带您来看的是我国在南美中的友邦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 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 就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 贝尼亚向日本独卖新闻表示 巴拉圭挺台的立场坚定 但立场越坚定 其他国家试图瓦解巴台关系的压力就越大 他透露巴西总统鲁拉 就一直建议巴拉圭跟中国建交 而贝尼亚强调 巴拉圭跟日本美国的关系 应该要成为抵抗这股压力的后盾 如果巴拉圭能够证明 跟台湾维持邦交符合国家利益 就能够成为指引其他国家的灯塔